茅台酒与咖啡的联名产品受到了大量关注和购买 但消费者对其口感表示不满 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短期内交易量激增 长期看来由于购买力下降需求量大幅下降 中央政策与民营经济 面对民营经济困境中央设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 但被批评为主要是为了解决官员及其家属的就业问题 环境问题与健康影响 政府为治理沙尘暴种植了大量薅草 但这导致了花粉产生 影响了内蒙古的空气质量 导致许多人呼吸困难 北京河道淘金事件 报道称北京河道中出现黄金 吸引了大量市民淘金 后被揭露为为了网络流量制造的假象 导致政府介入和处罚